大家好,我們是第三組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香港傳統農村文化三日兩夜的行程 我們的主題是關於本地歷史文化之旅 首先第一天我們會由馬鳥水碼頭坐大約90分鐘的船程去到黎智窩 黎智窩是已經有300多年歷史的客家圍村 我們會去到黎智窩的三個景點 首先我們會去到的第一個景點就是華茅黎智窩故事館 故事館以四大主題呈現客家村落文化 分別是生活作式、傳統藝術、客家歌曲和分隔習俗 可以帶領遊客體會傳統客家文化 而第二個景點我們會去到的是黎智窩自然報道 風水林的生態價值極高被列為特別地區 在林內錄得超過100種植物 包括一些本地稀有的品種 保存了三棵外形奇特的古樹 而第三個景點是小型故事館 小型故事館透過了慶春藥及七川簡史、小型學校、太平清照、農間和貿易等四大主題 向遊客全面介紹歷史文化及多元的生活環境 而在黎智窩裡我們可以體驗客家文化 我們可以在客家食品處理工作坊裡製作相應的客家應節食品 例如茶果及雞士坦 第二天我們會乘坐旅遊巴去到元朗平山文物境的十個景點 首先我們會去的是聚星流 聚星流的用途是用來擋不殺、震水災 第二個景點我們會去到社坦 社坦是在上張圍西面的一座神坦 主要是用來公共土地工 第三個景點我們會去到一條典型的本地圍村 上張圍 上張圍雖然已經重建 但是還可以看到傳統圍村的報告、結構和風貌 接著我們會去到鄧氏宗池 鄧氏宗池是平山鄧族的祖池 由平山三圍六川所環抱 而平山文物境是香港首條文物境 我們只需要花半天游覽就可以領略到新界傳統面貌 而不僅只有元朗平山的鄧氏宗池 元朗夏村也有另一個鄧氏宗池 元朗夏村的鄧氏宗池主要是用來祭祀和節慶活動的場所 該次也是舉行十年一屆夏村太平清照的重要場所 鄧妙眉眉姐是元朗夏村鄧氏的原居民 她同樣都是元朗夏村鄧氏宗池的道賞員 我們採訪了元朗夏村的道賞員美姐 讓我們一齊看看這條片吧 可能都是重點放在這個推廣鄉村的文化 希望多些人認識我們鄉村的一些工作 人情文化 有種使命感 家裡很多代人都會去做這些事的時候 覺得能夠幫到鄉 幫到祖堂 就盡力去做 開始的時候陸陸續續 她將很多跟祖堂 或者跟祠堂有關的一些資料文獻 不斷地滴落下來 既然這麼多代人都在做這些工作 為什麼我們有能力可以做到的 就繼續去做 可以能夠為這條鄉 為那個慈堂服務的 就要去做的 就有人有承傳 然後認識那些人 又將她的東西去傳承出去 那冥冥在承傳和傳承這個過程裡面 一些的東西才不會去 就是會煙滅或者其他 所以我想一下 其實這一個都是 推動我去做這麼多東西的原因 透過今次的採訪 美姐可以解答我們的好奇 亦都可以讓我們了解更多 有關鄧氏宗詞和圍村文化 例如在不同的節慶活動裡面 元朗夏村的鄧氏宗詞 都會有不同的活動 在訪問當中 我們感受到美姐對圍村文化 承傳的使命 即使面對不同的困難 她都會堅持下去 這個令我感受到美姐身體力恨 將不同的香港故事呈現出來 令參加到想團的團員 都可以感受到圍村文化的魅力 第三天我們會乘坐旅遊巴去到西貢 在西貢裡面 我們會去到西貢天后廟及協天公 海仙街 雙耀民族 文脈館 我們去到的第一個景點 就是天后廟和協天公 由於西貢的客家人和水上人 他們都是依靠著海洋去維生 而天后一直都被譽為是維護海上和平 安全 重要的神明 接著我們會去到上遙民族文脈館 上遙村在一條已經荒廢了很久的客家村 而在1981年 上遙村就已經被列為法定古蹟 經過修復了之後 就變成了民族文脈館 今次行程的解散地點 會乘坐旅遊巴回沙田解散 三天兩夜的行程就到這裡結束 而我們今次的行程對象是家庭 主要是長者和年輕人 而這個行程的理念是給老一輩的家人 在參加這個行程的時候 對於客家文化和圍村都是很有回憶的 可以給了他們有機會在行程中 分享他們過往的經歷 可以聆聽他們的故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Carmen